这是我在东京的居住地高岛平团地 这处团地被北京的朋友戏称为东京的天通院 因为这里人口密度非常的大 但除了人口密度以外 各方面都比天通院强多了 我现在带大家下楼看看 这是一部七八十年代的电梯 但运行十分正常 而且一点噪音都没有 电梯的厂家是三菱重工 出了单元门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黄黄的银杏叶 都十二月份了 东京的秋天还在延续 我的楼下就是一条银杏大道 来到这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 有银杏树会不会臭呢 这条银杏大道是一点味都没有 因为这里的树木都做了绝育 您看这地下没有一颗银杏果 不像在北京的银杏大道 一彩一角臭味 这就是我们团地的居民楼 在这居住的大概有三类人 第一类人就是打工族 属于东京都的低收入人群 月薪也就在人民币一万五左右 这些人大多都比较年轻 早出晚归 早上在电车站经常能看到他们匆忙的身影 第二类就是日本的老人 团地内八九十岁的老人非常多 他们居住在团地就是为了一个方便 还有一点就是房租便宜 第三类人就是像我一样的外国人 在这租房不仅便宜 而且不要担保 更不需要给房东礼金 因为这些房子属于日本政府的 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的公租房 所以我周围的外国邻居特别多 有来自巴西 印度 斯里兰卡的 还有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的 他们跟我有一共同的特性 就是 穷 但还有一共同的特性 就是出了国 变得彬彬有礼了 出门碰到邻居 不问生好 不居个宫 都不好意思卖布子 所以说环境能改变人 远处看到了火红的风树 东京的枫叶是享誉全球的 都12月份了 还能看到这么红的枫叶 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 希望这种幸运一直延续下去 在团地内您闭着眼走 都不会踩到狗屎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团地内禁止养狗 不不得不愿意